21号是24节气中的冬至 这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 是北半球整年中白天最短 夜晚最长的一天 但过了冬至 白天将越来越长 代表着冬将近 春将来 万物即将复苏 所以古代又称冬至日为一阳节 冬至一阳生 过了冬至节气后 天地阳气出身 在这个节气里 可以好好为自己 与家人补充能量 书行安神 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提起冬至 大多数现代人很轻易 就能与汤圆做连结 由于中国古代 曾将冬至当成一年之初 吃汤圆象征圆满 丰硕并增添一年岁月 尽管目前农历的岁首 已经是正月 但冬至吃汤圆 可长一岁的习俗 至今仍没有改变 本草纲目记载 糯米性温 胃肝 为补脾胃 亦废弃之骨 无论是红白香肩的小汤圆 还是包着各式田县的大汤圆 与家人朋友团聚分享 默默在心中祈福 祭祀 感恩 耗赏一年的辛劳 雪白圆鼓鼓的汤圆 暖心又暖胃 是一年最圆满的结尾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 优优独合道